太新的有時候你電腦也跑不動 所以大概比較中間 中庸一點的 大概是4.03那個版本 我覺得我測試過 穩定性也沒問題 相容性也沒問題 所以這裡面的話 我就只有裝一個叫4.03的版本 所以你打開來 你怎麼知道 裝了哪一個 PatternFons 裡面的話有沒有看到 其實就是這個 Enjoy 15的版本 就是這個 PatternFons這個版本 裡面的話應該 這個蠻小的 21的話好像是5.0的版本 不過主要是15那個版本 OK然後裡面的話有哪一些 進到那個SDK 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 我們要解決模擬器的問題 那模擬器 特別注意SDK裡面 當然你可以不需要進到Enjoy 那個Enjoy裡面 就可以設定那個所謂的模擬器 那那個要設定模擬器 除了在 Android Studio裡面設定之外 其實在SDK目錄裡面有沒有 也有一個AVD Manager 這個AVD Manager 打開來之後的話 記得是AVD OK Manager 這個打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會出現 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A 是什麼叫AVD 就是Enjoy Virtual Device的Manage 就是 其實就是簡單講起來 就是模擬器的什麼管理員 對不對 OK打開來之後呢 那特別注意 我這邊的話呢 我新增了一個 你想說新增哪一個 這個Create 我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我是給它的名稱 AVD的名稱 叫做4.03 因為我是針對這個版本 第二個的話呢 我Device 我先不選好了 我空下來 然後呢 Target我是選什麼 選那個4.03這個版本 那不要選太新的 你如果選5.0 當然之後你要練習OK啦 不過我發現月薪的版本 光跑的時間 因為它載入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跑太久了 那你簡單一個HoloWord 不需要用那麼豪華的東西 以後如果說 除非你的電腦是什麼 i7以上的等級 現在是跑 電腦太快 不知道跑什麼 你跑這個 你覺得會覺得 真的有值得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 需要高階的CPU 跑起來就是 感覺不一樣 就像那超跑啦 你要無限速高速公路 才有辦法 不然你一般塞車路段 像我常常在那個 台北市塞車的時候 遇到超跑 就很煩很大聲 但是一直你就跑不快 我想說你趕快跑 讓你好了 那怎麼樣 紅綠燈你又在那裡 然後哼哼哼哼哼哼 然後我就想說 你開快一點 我開慢一點 還是一樣 你還是在那裡 開很久 還是一樣 那我覺得這有點 那那個時候 你的CPU就沒什麼效了 就跟你超跑一樣 除非你現在是一個 無限速高速公路 你隨便跑 那這個時候 像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選那個4.03的 那特別注意再來 CPU 特別注意 兩個選項